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几个令人震惊的市场动态和社会世界 首先,特斯拉的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 股价因特朗普的胜选而暴涨,让投资者们未知一震 而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了一起悲剧性的枪击事件,造成四人丧生 这不仅震撼了当地社区,也引发了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再来看看特朗普,他重申不打算出售自己在Truth Social的股份 这一强烈声明使得DJT的股价飙升,并引起了市场的热烈反响 最后,我们将关注印度的食品配送巨头Suite 成功完成了今年第二大IPO,筹集了13.5亿美元 显示出了市场对其未来的信心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股市,也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聚焦于特斯拉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盛市 以及背后复杂的市场动向和政治影响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令特斯拉的股价飙升 尤其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变化 例如特朗普的胜选对市场情绪的显著影响 特斯拉这次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 标志着其在全球电动车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和其在创新科技领域的突出表现 股价的飙升不仅是对特斯拉本身业务能力的认可 也是对电动车市场未来增长潜力的强烈信号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公司之一 此次市值突破是特斯拉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然而这次股价的飙升也受到美国政局的影响 特朗普的胜选及其对市场的影响力 无疑增添了特斯拉股价上升的动力 特朗普在他的平台上发文重申他 并无意出售Truth Social运营商的股份 这一声明导致了市场的直接反应 DJT股价随即上升 特朗普此举也显示出 他对市场操控的直接影响能力 市场的敏感反应反映了投资者对他极其言论的重视 特朗普的发言不仅仅是对市场上关于其股票 出售谣言的一次反击 更是一种对Truth Social的未来发展的信心表现 他要求相关机构调查这些谣言的传播者 同时展现了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 随着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信息传播 和公众舆论的重要平台 特朗普的每一个声明都可能影响市场情绪 并引导投资者行为 与此同时 印度市场也在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SWIGI通过其首次公开募股 IPO成功筹集了13.5亿美元 成为今年印度第二大IPO 这一成功显示了市场对其业务模式 和未来增长潜力的信任 SWIGI虽然还没有盈利 但其在在线食品配送市场中 与SOMETO形成的竞争格局 以及在快速商务领域的布局 都让投资者看到了其未来的机会 SWIGI的IPO得到了机构投资者的热烈欢迎 其股票认购申请是可供发售份额的3.6倍 即便在亏损状态下 投资者仍然期望通过参与这一市场 来获取未来的收益 SWIGI在市场中与竞争对手形成的双头垄断局面 尤其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中 显示了其独特的市场定位和竞争优势 尽管印度股市近期表现不佳 外资大量撤出 但SWIGI的IPO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反而显现出市场对其信心的增强 包括主权基金和共同基金在内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踊跃参与 显示出对SWIGI发展潜力的强烈信心 这也反映出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 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和创新型企业的持续看好 这一切都表明 尽管市场有着不同的影响因素 包括政治事件 市场传言 以及经济动荡 但创新和增长仍然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从特斯拉到SWIGI 这些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 不仅影响着其自身的估值 也为全球市场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细究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点 可以看到 市场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下 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布局 无论是特斯拉在全球电动车市场的影响力 还是SWIGI 在印度市场上的战略定位 都显示出科技和市场需求 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同时 政治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 直接影响了科技公司的股价和市场信心 这种影响力 不仅体现在股票市场的短期波动中 更对未来的市场走势 有着深远的影响 投资者应在这样的背景下 理性评估市场动向 抓住市场中的长期趋势 以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 每一个市场参与者 都应保持敏锐 围绕创新和市场需求 做出决策 同时密切关注政策 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特斯拉和SWIGI的案例 为我们提供了 宝贵的市场观察窗口 也为全球市场 注入了更多的投资活力 未来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和全球经济的变动 企业必须在创新 和市场策略上不断精进 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特斯拉是指特斯拉公司 Tesla Inc 这是一家以电动汽车 和清洁能源文明的美国公司 由亿万富翁企业家 埃隆 马斯克 埃安·马斯 及其他联合 创始人于2003年创立 特斯拉的总部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的帕罗奥图 后来搬迁至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它在全球范围内 推动了电动车的普及 并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起到了重要作用 特斯拉的业务 核心包括设计 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 此外还涉及电池储能系统 和太阳能发电产品 特斯拉的汽车产品线 主要包括 Model S Model 3 Model X 和Model Y 四大车型 这些车型在市场上 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尤其是Model 3 成为全球畅销的 电动车款之一 特斯拉汽车 以其高性能 长续航 和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著称 其自动驾驶系统名为 Autopilot 提供辅助驾驶功能 除了电动汽车 特斯拉还致力于 能源产品的开发 包括Powerwall Powerpack 和Megapack 这些电池储能系统 这些系统 可以为家庭 商业设施 和公用事业 提供能源储存解决方案 此外 Solar Roof 也是特斯拉的重要产品之一 这是一款 集成太阳能电池版的屋顶系统 特斯拉的成立背景 与创始人的愿景密切相关 埃隆 马斯克等创始人 希望通过推广电动汽车 来减少全球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从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特斯拉的名字来自于著名的发明家 和电气工程师 尼古拉 特斯拉 尼克罗 Tesla 象征着公司 对创新电力技术的追求 在历史上 特斯拉经历了多次重大转折 包括多次成功的融资 上市 以及制造挑战等 2008年 推出的首款跑车 Roadster 虽然产量有限 但证明了 电动汽车 可以在性能上 与传统内燃机汽车竞争 随后 特斯拉于2012年 推出的Model S轿车 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并在全球各地 获得多项奖项 这也为公司 打开了豪华电动车市场的大门 特斯拉在生产和市场销售上 也采用了创新的策略 特斯拉不依赖传统的经销商网络 而是通过直销模式 直接将车辆销售给消费者 这一策略 使得特斯拉 能够更好的控制品牌形象 和客户体验 数据方面 特斯拉在全球的影响力逐年增强 特斯拉的市值 曾在2020年 超过传统汽车制造大厂 如丰田及福特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之一 随着Model 3 和其他车型的量产 特斯拉的年销量 也稳步上升 2021年 特斯拉全球交付量 超过93.6万辆 这一数字 在2022年进一步增长 总体而言 特斯拉不仅是一家汽车制造商 更被认为是推动 清洁能源使用 和技术创新的先驱 通过技术的革新 和市场的扩展 特斯拉对全球汽车行业 和能源领域 产生了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杜鲁斯市的枪击事件 揭示了深刻的人际关系 和心理健康问题 这起发生在熟悉的社区中的惨剧 不仅让人心痛 更引发对人类心理健康的警醒 事件中涉及的家庭悲剧 可能根植于未解决的个人或家庭问题 这些问题往往在社区中被忽视 这凸显了对心理健康支持的迫切需求 社区应该加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 提高人们对身边人情绪变化的敏感度 与其等到悲剧发生后 在寻求答案 不如在日常生活中多关心 多支持身边可能处于困境中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倾听 去关注 甚至一个简单的问候或关心 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至于特朗普对Truth Social股票的声明 这展示了他对自己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来信心 特朗普的声明不仅是对市场谣言的反驳 更是对其支持者和投资者的稳定计 这种市场操纵的可能性和应对措施成为关注焦点 尤其是在资讯过剩和虚假消息横行的时代 特朗普的影响力在市场中无庸置疑 他的言论直接影响股市波动 这让人不禁反思政治人物在金融市场中的角色 这次事件同时反映了社交媒体对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影响 未来的社交媒体战略将成为各大平台竞争的关键 对于投资者来说 需要理性看待政治因素对市场的影响 以减少因情绪波动而带来的投资风险 Swiki的IPO在印度市场获得成功 再次证明了市场对新兴科技公司的热情 然而 Swiki的盈利问题依旧令人担忧 这提醒投资者在面对市场热潮时要保持谨慎 尽管有着强大的市场需求和双头垄断的地位 Swiki仍需证明其商业模式的持久性和盈利能力 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盈利 并稳定其市场份额 同时 印度市场的潜力巨大 但也充满了未知数和波动 这次IPO的成功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印度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投资者应该仔细评估风险与收益 尤其在当前经济环境不明朗的局势下 Swiki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应对市场挑战 同时实现可持续的增长目标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